那這個故宮的一家其實是在當時台灣在興嶺、清朝還是日時期的五大家族之一 意思就是全台灣最有錢的錢物 所以等一下帶你們進去參觀的其實就是他們家的住宅 那他們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邊住宅的分布 剛才我們一開始集合那個地點 大家還記得嗎 有一個房子 它特別是用茅草去披承 那其實那是當時候一間一開始沒寫的侵略處 這一開始的房子他們叫抄托 那以那一棟房子為中心 在這裡他們總共蓋了七棟 老大是分到了這個抄托的左邊在這裡 他蓋了三棟公寶地、大花廳還有將軍 這是老大的範圍 再往他的右邊抄托的右邊蓋了另外三棟 以浦龍禁災還有藍色那個大門景峻樓 他還有停過那個林縣堂 林縣堂其實他當時候就住在藍色那一棟景峻樓裡面 所以這七棟都是林家他們的勢力範圍 我這邊我就有一個問題想要問一下大家 你們覺得這個林家他們這七棟房子 家後面有一座花園 現在面積大概有幾個 對幾個 拍看看 你覺得 一千五太小看了 三田 我們現在一般後天做的房子大概五十坪 一零五十坪 那這邊你們覺得會是多少 五千五百坪 還不夠 再往那邊 三千還不夠 六千還不夠 一萬也還不夠 總共多少 一萬五千坪 大概一般普通房子的那個 那個三百到五百倍 真的是非常誇張 所以以前就有一個俗業 叫十鳥也可以不過林家 什麼意思 這個 對 鳥一直飛飛到十両 還是飛步出林家圖去的眼界 這個可以所號稱當時 中台灣最大的偶爾夫公 那我們今天來到的 是老大他們的勢力範圍 或者等一下會帶各位進去認識 其中兩棟 叫宮堡地 還有隔壁的大花廳 那這個大家來到這棟宮堡地 你們可以看一下它的名字 可以在上面 看個字 那有沒有想到一道好吃的菜 宮堡地 那這兩個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 其實有關係 這個其實 要講到宮堡地 其實是當初人家 我在這裡有一個祖先侯林溫場 他很厲害 他是帶兵雜仗其家人 是以前做到 隔壁的陸陸選私底部 像當於現在的陸軍海軍等私底部 所以這個是 我當初第一關的觀察 那為什麼要叫宮堡地 是 他當初打過很多重要的戰爭 太平天國 戴朝鮮之外 這些 都對國人家 就能夠懂 一定就給他一個 太子一授保 那個 公太子的同時 都這樣一個特靠 所以這個 他自己住的祭址 就把它叫做公堡地 是這樣來講 講那麼多 這樣就出來了 那我們 很快的講 這個 講一下喔 我們先進去 等一下 但是在進去參觀之前 要先請大家登堂之後的 趙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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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的在哪邊 不是那一位 這個是 憲長 過去的在這邊 在這邊 出現在廟裡面 可是這邊不是廟 剛才說是館長 一樣大陸人兩對外開放 我們會有些比較 我們就會有門擠的一些 好正確 這個門擠 這有 右邊叫城市 左邊這邊的一票綠綠 我要請大家做一件事情 聽著可以來一位 從左邊走到右邊 從右邊走回來這邊 來看一下 有沒有想到一個世界文化 我們到處 我們到處 今天我們來到台中國 所以像是來到法國巴黎 又不東 這個拉丁 可以看到 那這個就是以前 這種人群偷看 持有生命啊 不要在神明面前做壞事 這一個 那就是一個 各種別的繪畫的技法 好 那我們參觀完 我們繼續往裡面走 我們要小心拍些 我們往裡面走 他都在看著禮物 對 對 這以前我們 因為那個長期 有些人 我們走到 來自來自行